谢谢老师 我们说啊 这个青春就是敢爱敢恨 但在青春时期的你们 尤其是女孩 你却进入了婚姻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今天来到爱情保卫站 其实挺好的 一方面让你们自己去看清楚 你们在婚姻中的位置 和应该担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年轻后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他们看到你们的故事 会去反思 我如果要步入婚姻 我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媳妇 这次上这个舞台 想跟你说你提那些要求 从婚纱到婚礼到旅游 其实咱们的预算是都可以达到的 但是只是你要求的 有的时候过高了 如果再稍微降一两个档次的话 咱们所有的要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不是说要求多高呀 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态度嘛 你说你之前连一个态度都不给我 那我肯定会自己会瞎想啊什么的 主要咱们现在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所以我得跟家里人商量准备 这些事情都不是说我说了就不做 那很好说 但是我必须得做 所以我不能说 跟我回家吧 媳妇 时间到 来吧 两位请回再去思考一下 来 来 请关门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力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看看这对年轻夫妻的最终选择 是什么呢 请开门 今天来的这个舞台 确实听了挺多 给我的建议也很多 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婚姻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 好 祝福你们 来 有请小花童 谢谢 接下来就要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了啊 你说没有一个梦幻的婚礼 但此刻你要给她最浪漫的求婚 来 共同见证你们的浪漫 媳妇 你天天就要嫁给我吧 我已经嫁给你了呀 那就再嫁一次吧 我拜你 来 请浪通吧 这是伊贝世卫爱情保卫战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送给你 希望你美美的浪漫下去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